来到澎湖的码头出入境区域 大牌长龙全都是走海路来着玩的游客 每个人都得经过海关检验申请入境 但5月的确有艘游艇 遭海巡副所长违规放行 这艘克里斯多福级的顿悟时刻号 原定要开往日本冲绳 因为要闪避台风才转点 来到澎湖马公渔港的亚国码头 但他们只有获准停靠 可不能随便上岸入境 依法得向移民署提交申请才能放行 而澎湖这里有67处游港游艇都能停靠 针对外籍游艇只开放六个点 包括马公第三游港 骑头赤砍后撩即被喊凄美的码头 海巡也得管控进出船制和游客 因为你红海水道港道 如果它强制进来的话 还有海巡署 他们有有雷达的掃射 可以制止他们 因为让它进来 在入境前第一线 海巡就得挡下外来船只仔细监查 这次却疑似被自己人放行偷渡 也重创海巡形象 这次却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